今天就是我们出发的日子 我刚才下去把电线收了 人家都已经起床了 你这个是谁了 这时候这里 水啊什么电线都给它丢在一起就行 这一大早我们就要出发了 当然这个玩意儿还是狗摇的 这回我们只管摇起来 不管我家放了 好嘞 大门摇起来 然后我们就准备要出发了 走了 我来电后 然后报格在头 这样他中间车就不会丢 哎呦 这个玩意儿有点急 然后有几个注意事项 一个呢 尽量保持我们现有的车队行驶 那个速度行驶 我会控制一下速度 顺便呢 在路上有些 呃 旁边的地理啊 一些油啊 风附人情啊 所以给大家讲一讲 好那我解说也不用了 哈哈 我们今天第一天主要是在龙德这个建成的附近华 好早安起来就是少东啊 京哥也讲了一下 六盘山这个滑出去有多四六盘山 离开房车移地啊 六盘乡房车 避暑营地 这地方确实是避暑 走吧 今天我们要去六盘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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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房车组队出行啊 就是有对讲机 比较方便一点啊 因为投车在超车的过程中 能看到对象是否有来车 我们后边跟着就 可以快速超越 大姐挺好的 组合队咱们站了 那边是一个公司的 我们要到达六盘山了 那边还有一排像是窑洞一样的房子 很有延安的感觉 我们要去接受红色教育 六盘山城真景区 红色向着我们也走一走 这也到了六盘山了嘛 现在是在疯狂不装 瞬间变白 变白树 一绒树 一绒树 今天天气还蛮好的 不冷不热还是大晴天 到达 车子挺好 我上去拿个相机 比奥斯卡把空调打开 我们拿着相机 赶紧先上车 上车子 你家的车子 哈哈哈哈 冒哥的车上去了 这里就是六盘山了 毛主席曾经来过的地方 对 奋斗过的地方 还在此创作的一首诗 叫什么 清平乐 虽然我不会背 我就知道一句话 红军不怕远真安 红军不怕远真安 对 踏雪山过草地 我们之后要去的 过草地呢 就是红园 若尔盖 就是他们过的草地 所以我们这条线路上 很多都是红色线路 然后我们去前面 这地方是免门票的 但是大巴是要钱的 一进大门 看到一个巨大的雕像 写着六盘山 哎 你怎么坐这儿了 走啊 我们先进游客中心 然后里边去 买大巴票 诶 去哪儿你 那厕所 那厕所吗 游客中心不是进去 要搞大巴票吗 这边是需要乘坐大巴的 我们先 坐大巴 大巴是要票的 这个 我们去做这个生意吧 对 我坐 边边上 到达山顶啊 胜利之山 长沉精神 永奉光芒 我们等会儿要爬到 台阶上面去看看 长沉精神 永奉光芒 其实这个地方还有一个 有一句话就是 不道长城非好汉 驱止行程两万 没有错 就这句话 不道长城非好汉 就是出自于 毛泽东同志 在这个六盘山 创作的一首诗词 秦平乐 它叫秦平乐 我们要从这边爬上 顺利之山哈 这楼梯多到怀疑人山 不过还好慢慢走就上去了 登顶 还可以啊 看哪儿不太多 999街塔街 我们就从这边就进入正门 一进门就看到 年轻时候的 毛泽东 走 五行红旗 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 多么响亮 歌唱我们 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越过高山 越过高山 越过平原 跨过奔通的黄河长江 宽广美丽的土地 是我们亲爱的家乡 我们爱的家乡 我们爱的家乡 我们爱和平 我们爱家乡 我们爱家乡 我们团结 有爱坚强如钢 人生红旗 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 多么响亮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这个博物馆还是有点意思的 历史讲述的很清晰 因为我们刚刚找了个讲解员 然后就上到这个顶上来看风景了 这个就是课的那个清平乐 这边的风景也挺不错的 够高着实 念到了几天六块钱 在这周围住很短时间 终于着实了 哪里 现在就有客人深刻的 印象可不深刻 是上了一层特别有意义 这个生活的没有意义 要是现在美好的生活 我现在要坐大把车下去 然后去我们的住车地 出来之后一幅 手剪的毛主席的像 我们带回去 带回家里边去装备 有了这个东西之后 就能记得来过这儿了 快来我们先等会先去补贝油 然后要去营地住车 今天我们就临时住车就可以了 补个油 补个油 柴油加满 再拿一桶尿素 尿素多少钱 一桶六十 一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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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桶六十两桶一百一 那你就拿一桶就行了 我自己拿了啊 哎 这是大桶吧 没有小桶啊 没有小桶啊 没 下不完 没事我带着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达我们今天要住车的营地 这地方全是房车 看看多少房车 这地方只要停的几十台 上百台房车 这是我们今天临时的来住一下 旁边有个什么农贸市场 好 到达我们的今天临时停车位 这地方就是给房车停的 全停的是房车 我们停到了边边上 吃饭 然后休息一下 然后我们就要换那个这里有个什么火 把那边吐 马上就吃饭去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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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